跟黄磊黄晓明周旭对戏也不切场,这位童星长大后让人看到狐哥影子。 热热闹闹的年也过完了,各家艺术类的院校也陆陆续续开始了单招考试,新一轮的艺考大军又开始了。 相信很多高分的小朋友都是在忐忑和紧张中迎接狗年到来的吧,这一届的艺考几乎都是零后的天下了,我们90后正式退位,鼓掌,在这一届的艺考中是不是又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堂呢?大家都不禁感感小童星都长大了呢。 一阳千玺、吴磊、宋祖儿、宝莲灯里的小哪吒、迪兰迪,你好就是光丽的鱼粥粥,来感受一下他们的艺考现场。 哦,对了,还有这一位,他也是新年云云一考生中的一枚,原来他都长这么大了,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? 一考当天他背着一把吉他,手里拿着演出符,透露自己等会儿会自弹自唱一首歌曲,还会表演一支舞蹈,真想进去看看啊。 萌萌的小帅哥,众里寻他千百度,默然回首,张晓宇就在老男孩内部,哈哈哈哈。 最近在忙过台热播的老男孩,朱远、刘夜、雷佳音、林依晨,大家看了没? 小帅哥是强力推荐大家追一追这部由刘夜、林依晨领贤主演的都市生活剧。 而剧中饰演刘夜儿子的胡仙旭相信大家一定也很眼熟吧。 小别黎、朱远、黄磊、海青、张子峰、李的张小宇。 狼牙绑之风气长林、朱远、刘无然、黄晓明、佟丽娅、李的萧原石。 还有小爸爸里扮演文章小时候的小鱼果,大热剧如一转,朱远、周迅、霍建华、胡仙旭也有参与,与老戏骨们对气戏来,小胡同学毫不怯场。 记者会的画风是这样的。 往那里站,真像个小大人。 其实还真别说,小编不得不钦佩导演玄角眼光之犀利,大家来看看,说他是刘夜的亲儿子也不为过吗? 大高个子,浓眉大眼,唇红齿白,还真真是有点刘夜年轻时的模样呢? 这样的长相在学校里也一定是校草级的吧,后面一定是有一堆的小迷弟迷妹的追捧吧。 长得好就罢了,演技魂那么那么那么的在线,闪闪惹人度啊。 很多导演对他在电影电视剧中扮演的角色可是有很高的评价哦。 他刻画的人物唯妙唯笑,生动有趣,收获了一大票的粉丝,拥有非常高的人气。 胡先旭从小就非常喜欢表演,在拉丁舞和架子鼓方面都拿过很多的奖项。 在小别里里也炫技了哦,架子鼓打的那叫一个溜啊。 不过,他在老男孩里的遭遇可是有点惨呢,亲妈去世,又突然被告知现任老爸不是亲生父亲,惨遭抛弃。 从目前看来呢,胡先旭扮演的肖寒还是蛮不错的。 他没有刻意地去模仿塑造人物,而是在做自己,从自己的所听所想去感受人物,有很多真情实感的流露,这正是新生代演员所需要具备和完善的一种力量。 有人说,在灵带小演员的代表胡先旭身上,看到了未来胡哥的影子。 嘿,小伙子,有前途哦。 预祝我们的新生代力量胡先旭小朋友在艺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哦。 闭心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